问一下这小苹果的这个词曲作者了 当时是创作这个歌曲的灵感来自于哪呢 怎么就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呢 有两点吧 第一点我呢小的时候呢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跳迪斯科 因为那个时代的好多 我估计在座的很多的姐姐们阿姨们什么的 都他们那个时代应该经历过迪斯科这个时代是吧 姐姐们和阿姨们是一代人吗 我们都是一代人 姐姐们都鼓掌了 因为那时候满大街的全都是迪斯科音乐 什么河东啊什么这个猛士那种 什么陆东下的小姑娘那时候特别流行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我们要在那里我会带大家回去 你们还记得当时迪斯科的一些标准动作吗 你敢来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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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标准的就是当年费翔在那个 你们冬天里的一把火的一个动作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光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认真的情温暖了我 我小时候我对特有这种情节 我觉得迪斯科真的这种音乐风格 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很好听 在2012年的春天我就把这歌写完 让大家欢乐起来 没心没肺的也没什么深沉的东西 高兴起来 嗨起来 真的没想到这一嗨 真的是全神州都在嗨啊 对 但是我还了解到一个幕后的故事 据说这个小苹果被改了38次 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 对对对 真的啊 对 改这么多遍 但是词曲很容易出来 不像父亲呢 老男孩那时候特别要很长时间想 这个我就直接词曲很快一两天就出来了 然后呢 但是舞曲呢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编曲重要 就改改改 改就过那个 我的编曲说 王老师你知道我快被你烦死了 我快被你逼疯了 然后那个 你这活我觉得得加十遍情 我快被你逼疯了